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欢迎大家回到市场回股的环节 美国今天再一次公布了一年多份不太理想的经济报告 首先在有关劳动力市场方面 ADP公布的报告显示 私人企业就业人数在5月 只是增加了38000人 这个数字和上个月有很大的对比 上个月增加了17万7000人 而市场预期上个月也会增加17万5千人 显然今次的数据是非常强差人意的 ADP这个数据 这间公司统计自己旗下的顾客 就问问他你会有多少份新工制制造出来 通常这间公司的数据就不会波幅得太紧要的 不是说不会大波幅的 会突然间从前一个月的17万7000人 到上个月的跌至38000人 令到我们很多人很诧异的 很刺激的 很多人都想着18至20万份新工制造出来的 尤其是通常 因为他不是全部反映所有的私人企业 就变成了他给一个大约的指引 给我们看一个星期五的经济数据 这个集业数据是怎样的了 突然间这样跌下来 初初很多人都想着它可能会差一点点 就是因为这个三月份日本的地震 和海嘯会影响到美国有一部分公司的生产 但突然间看到跌到38000人 这个就比知道问题是严重的 如果你拆过这个数据来说 如果它叫做job producing 生产的方面 就只是不见了1万份工 至于service服务行业 就增加了48000份工 所以net out增长了38000份工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数据一出了 有很多的大股票行的分析员 立即降低今星期五个non-farm payroll的数据 高盛第一个出声的是 由15万至今五月份降到10万 然后credit fees也由18万降到12万 如果可能数据真的会低 这个也不止 因为我们不只靠看这个数据 最近这几个星期 我们频频看出来的数据 都会告诉我们 美国的经济现在慢了很多 再看看另外一份 就是由challenger great and christmas 公布的计划裁员报告 这个报告指出 美国企业在五月计划裁员的人数 为37,135人 比起四月上升了1.8% 但是由另一个角度来看 今年初五个月 失去20万5千份工作职位 其实是比2010年的初五个月 是好了21% 没错 这个数据反映出美国的私人企业 会裁员裁多少人 其实我告诉我 这个数据不是那么差 公司其实不是想着裁员很多 但是并不搞会请人多些 所以虽然37,000也不是那么差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反映出最主要裁员的地方 其实是在政府方面 你知道美国政府为了削减开支 是不是会有一部分的军备 就减低开支 如果你的军备做少了 是不是有些defense的公司 就是国防那类的公司 一定做生意少出要裁员 在五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 在defense industry 就不见了5,800份工 而今头五个月 即defense那里 不见了17,500份工 而在financial sector 在财务方面 今年不见了11,413份工 如果你计州来说 不见了最多就是加州 你知道加州有很多经济问题 加州只是今年头五个月 已经没有了32,000份工 然后接着 District of Columbia 即是华盛顿的州 就不见了15,300份工 好了 现在看着这么多 先转头市场回顾环节 继续和大家分析更多的经济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